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我们接着来关注资本市场 那么今天呢 这个走势啊 A股和港股的走势 基本是符合预期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老兵说过 我说3600点这一波差不多吧 这个助击它就是3600点 3673 我记得今天拉的最高 一开始那个资金拉的非常高 3673 它都就是3600以上 老兵说的 它不会到3700 这一波它就是在这里助击 因为央行说5000亿5000亿5000亿 对吧 1.5个亿 至少2万亿的这个资金差不多 至少有1.5万亿打进来差不多了 3.3673 然后还有很多资金还没有进来 不着急的 那么有些这个 因为你毕竟要搞清楚股市是什么 股市它是融资的一个平台 那主力的很多仓位都卖掉了 他们也就套现这个钞票已经 资金已经出来了 有些要投入再生产 有些要扩大经营 因为中国的股市 它是一个要打造一个健康股市 它是服务金融市场 它是服务于制造业的 对吧 你看现在全球制造业 还是得在中国 还是得看成中国 对吧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今天发改委 主任郑山杰 他们四个副主任也是五个人 开了一个小时的直播 专门来介绍中国经济情况 也是重点就是谈这个金融市场 所以说整体它今天到收盘三千五百不到 从三千三百多涨到了三千四百八十几吧 三千五不到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它还是它就是涨的 但是老兵说过 你炒股票千万不能够追涨杀跌 一开始看到那集合竞价的时候 现在集合竞价还要延长五分钟 集合竞价的时候 给它兴奋的不得了 马上就砸进去 这个还要加杠杆的 卖房子的 这种人他们全部都砸进去 全部砸到里面去 砸到里面去 你这个位置太高了 它一开始就拉得那么猛 然后你跌下来的时候又着急的不得了 要卖 要清仓 有的时候老兵就建议就说 不建议一开场就买 要观察一下走势 再去做这个观察 可能明天的震荡也会很激烈 因为谁都不是神仙 谁都不知道明天这个东西怎么走 但是有一点我们非常要注意 就是很多网友也是 也买不进去 对不对 一开始涨得很猛 一开始就跟那个涨 就是大盘都涨成百 百分之十点几 我觉得十十点七九吧好像是 对吧 就买不进去 这个东西 不着急 你炒股票它是一个投资行为 它不是个投机行为 都说股市看长线 但是很多人底部挡不住又火 他都是玩短线的 开脑跌下来了 又着急不得了 赶紧的抛啊 看到涨上去 哇呀我赶紧追啊 这个是不行的 你 这种钱它还是你得有一定基础 还有你有这样的运 还有你有这样的直觉 就是老门说的 你是铁炮玉啊 还是玉无双 还是因果率 你都要清楚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 所以你再去朝这个股市 那么还有等会儿会介绍很多其他的新信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种走势是典型的牛市的走势啊 它掉下来以后 掉下来以后 才让你那些踏空的人可以进去 进去以后 它掉 它的调整 它不是很低很低的位置去调整 它是掉到差不多中间值 今天你比如说3300 它没有掉到3300以下 它也没有探到3300 对啊 就是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 那个数据 没有 它是掉到中间 然后再往上拉 再走 差不多这样子走 这就是在中卫 中卫进行调整 这所谓典型的这个牛市的这个走势啊 而且现在国家也在批判 也有些信用媒体在批判说 这个大盘走的跟专家预测的都不一样 中国那叫什么专家 我说明天涨的叫庄家 这个叫专家 这种股市 现在的股市 它跟它 中国股市本身你要了解 它是个政策市 现在的股市 它又跟国际局势是息息相关的 啊 跟中美的博弈也是息息相关的 你要了解一些政治的一些 一些大的一些情势 而且股票你要记住 这个玩意儿它不是那么的啊 不是想 心想事成 你今天涨了 啊 对吧 有的时候你认为涨 它就跌 你认为应该涨 它就跌 有的时候你认为跌 它就涨 所以这个 还是要调整好心态 那港股今天跌到两 跌到两千多点啊 什么跌到两千一百以下 港股很正常 港股 经常性的 港股经常性的 大开大合的 要么要么暴跌 要么暴涨 啊 它是无限制的 要么跌 要么涨 股票也是啊 之前前两天 它也是有的股票都跌到百分之百了 很这个很正常的啊 它不像内地 它有这个百分之十的这个电金板的限制 和涨金板的限制 港股对吧 港股是T加零 我们这边是 内地是T加一的啊 所以说你港股你去炒大盘 炒股 炒股指期货 你 你都没有说一定要像内地一样 要准备五十万 对吧啊 所以说 呃 总总体很正常 因为这些钱都在流进A股 通过港股通啊 流进A股 那么今天涨了一波 很多都涨了百分之三十 很多都都要割习了啊 都要割习了 就都 就是说 因为它毕竟是个隆私平台 它还是要割出来 它有一部分 它要去投入这个生产 这个是这个是健康的 但是 它生产以后 比如说它 利润又又又又满足了以后 它的扩 扩大再生产了以后 它这个钱还是会进来的 当然 它没有一个规律的 这个东西没有规律的 就是说 你看我们来看看这个 主力的这个资金啊 那么今日A股主力资金净流出 1812.34亿元 行业方面全部净流出 啊 这个 A 今日A股主力资金净流出 1812.34亿元 行业方面全部净流出 净流出 最多的是信息技术 为184.18亿元 这些设备净流出 174.51亿元 有色金属净流出 134.8亿元 啊 那么 还有 就是 今日 A股的这个涨势啊 呃 今天这个A股呢 上证指数涨 4.59% 深圳称值涨 9.17% 创业版值涨 17.25% 啊 这个全 就是基本上 你去看这个股指是 啊 全线飘红 全线飘红 啊 很正常 全线飘红 不要他妈的 我看了 上午 往下掉来 有一些小红书 一些自媒体在那里 跟他妈死 死了爹妈似的那种感觉 在那叫 鬼叫 跟我们脚炸 我在很高位 我买进去了 现在掉下来了 啊 马上要死下来 那种那种感觉 大家知道 一个股市 它只有涨没跌 这个股市是不正常 它不跌 还有很多 哎 你很多是 什么7号才开户的 对吧 有些就是他在等一个 在等一个交易日 对不对 你才你才能进 进场 你才能 他不跌下来 你你怎么在 在在这个一个好的位置 去去建仓啊 啊 什么时候建仓 什么时候不建仓 很重要的 啊 对不对 你这个跌下来的时候 要多收几点票 多啊 这个这个仓位怎么控制 怎么弄 这个是你们自己 这个东西 不是老兵来讨论的啊 我也不是操盘手 这东西不是我来讨论的啊 我是跟大家讲一个大的方向 对吧 你你在长牛市的时候 你应该逐步的去出一些仓 对吧 你也要看情势 如果你是搞这个股指的 那那什么时候建空仓 什么时候建好仓 对吧 这个你自己也要去去把握的 到当时老兵说过 我认为健康的股市 它必须是啊 反复就是高强度震荡 短平快 高强度震荡 这种这种股市是他妈最最OK的 啊 而不是这种 要么冲 要么跌 他你看哎 A股会不好吗 印度 印度的股市 印度的股市 遭遇今年以来最大的净流出 它股市被打下去了 日本是上国庆节前 就已经下去了很多 很多钞票 全部都要来这个A股 印度的也是啊 他们都在进行调整 印度里面钞票 印度股市里面的钱 大量的在净流出 全部要通过香港这边 或者在中国直接开那种金融公司 或者怎么样 它换成人民币 兑换成人民币以后 把六万网里面要砸进去了 现在港 港元 港元的需求量 现在是激增的 港币啊 港币需求量激增啊 为什么要港币 他外汇他要换 他换这个钱 他就进来参加这个战斗 啊 所以还有很多三类资金 根本没有进来 这他妈股市才哪啊 到哪 股市他 健康的股市 他不是猛啦 啊 我他妈今天就他妈的 中松41 周一周一站 九分钟到达纽约了 这个这个太吓了 你看他九分钟到达纽约 你说他就是 周一站到导弹 他过去就是核爆了 对吧 啊 你只有说什么 像巡航导弹一样的 上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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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击中目标 最终的目标是要被击中的 啊 所以说呢 这个一个是心态一定要好 啊 我看有很多网友都在参加圣战 啊 心态一定要摆好啊 不要频繁的去去换仓 啊 这个自己 不要 跌了 往他妈的卖 哥了妈的卖 啊 对不对 上个礼拜进场的 现在应该很舒服 对吧 把利润 再往下跌 没关系 我跌的是利润 现在我又涨上 涨上 涨上去了 没关系 今天 今天他 总体来讲 他是涨的 他涨的涨幅还是很猛的 涨了 涨了 涨了4.59% 这还不够啊 卧槽 啊 然后 还有 中国的一个政策的这个支持 不是说 不是说他十点钟 他开这个 郑山节 开这个 啊 这个增量的这个政策 他一 一说增量政策 庄 庄家 他们都知道 他妈的 你开这个政策 你要往上冲啊 而他不是的 他在开这个会的同时 他 就是因为有这个会 他在开的同时 他在九点半开始 掉了半小时 有这个会一开始 他开始这样 掉不下去了啊 这个是 啊 在中间震荡了 他就掉不下去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 他也不会给你很猛拉的 毕竟 很多主力的钱 他还是要撤 撤出来 他撤了 他还会再进来的 啊 不是说明天 后天 或者什么时候 这个这个没有规律的 说不定他明天 他他又要进来了 他们这些钱 也要去 也要去淘一些 啊 比较合理 价格不错的一些 一些仓 啊 所以专家 不要去听专家的 他不懂国际地缘政治 他不要成为专家 你今天看这些股票 你不懂国际地缘政治 不看这些情 国际情势啊 战争啊 冲突这些东西 不看这个的啊 你最好就表达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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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说的话 有些人呢 说说 你没那个偏财运 你就就别去玩了 纯点钱在银行 像蓝昂一样 啊 跟蓝昂一样啊 知道自己 我二公他妈弱线啊 知道自己他妈的 再有钱啊 十个亿 到最后他妈都不属于我 啊 老兵已经早就已经 意识到这些 我三十岁之前已经 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 所以我没什么什么追求 对金钱 没有特别大的追求 我也是挣一点钱 我自己到世界各地去 旅旅游 看一看就可以了 也没说物质上 我要住他妈的带游泳池的 他妈大豪宅 还开老死来死 没有这种想法 啊 唯一的爱好 他妈泡泡妞 啊 打打泡 就这样 我他妈烟瘾我也借了 赌博我也不赌 以前也在过跟斗 对吧 赌博也不赌 小公司也开着 对吧 业务他妈的 这个维稳住 就OK了啊 这个缓慢增长 就OK 就仅此而已了 给大家 就是重点 我的思考的东西 就是给大家来 解读这些事情 给予大家一些启示 和一些启发 做到个人的觉醒 这个就OK了 就像我 我认命 我认命这东西就不玩 参加多少战斗 咱们只是 赚他妈点辛苦钱 银行李存生 死气得了 你让我出来 搞这种战斗 我是就是说 我有这个运 老兵是英国绿的 这个选手 我有这个运 我骗他运非常强啊 我有这个运 但是 我有这个运 你挣到钱 跟你他妈的 这个能不能搞 财格守得住 这他妈是两回事 有些钱你挣到 你是有这个强运 能挣到这个钱 但这个钱过你一下手 过你一下手 大部分还是要花的 或者大部分 会让你出个什么事 他妈这钱 又他妈重新再进去 就是这样 所以说 命理也要了解 好吧 所以说 你去看印度的资金出来 华尔街要超配你 但人家要超配 人家要超配你 人家也是要把你这个东西 打 打得一个好的位置 他们在港股里面 参加战斗 还有一个 人家要超配你 人家要把它打下来 要有一个好的 一个位置建仓 才有利润 你两万三 我他妈再来建仓 你他妈充个两万四 顶多充个两万五 顶多一万两万点 他挣什么钱 他能挣百分之多少 港股这一波 他妈从一万八千点 他妈往上拉上来的 拉到两万三了 已经探到两万三了 五千点了 从一万七千多 拉上来五六千点了 多吓人 五六千点了 所以说 人家要找一个好的位置 要进去 所以港股不用管 它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非常坏 你港股 我跟各位讲 你看港股跌得这么厉害 你建空仓 都他妈逼的 都没办法 进行这个交易 都没办法 进行这个交易 你就说 你都没办法 吃空仓了 掉这么地下 你也吃不到 这玩意儿 他妈的 就跟玩命似的 你自己看得办 老兵说 这个牛市什么的 鼓励大家可以进入 但是我说过 拿你自己的闲钱 来玩玩就得了 你自己灌材本 你也拿进来 我觉得我不介意 因为毕竟 它是一个 专业性很强的东西 要么 要么你没有专业性 野心 你他妈的 就是有这个运 你买这只 他就找你有这个运 然后对吧 你是英国绿的 你的运无双 你找到排浪 你就找 你是英国绿的 对吧 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该卖了 什么时候该买了 你也没有一套 什么技术在里面 就是他妈 凭自己的直觉 对吧 好吧 所以说 总体基本面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 他会让你 他会让你玩 玩心跳 他会让你坐过山车 让你很刺激 你坐过山车的时候 对吧 他从 他慢慢爬上去 然后啪 掉下来 你会尖叫 但是最终 你是会平然落地的 那么 现在不存在说 这个过山车坏掉的 他妈的 直接冲出去 这个 这个是不会的 但是有的人挣不到钱 有的人挣不到钱 不要 被这个东西太搞了 自己该干活 还是干活 该上班还是上班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各位支持